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有很多东西,时常风靡一阵子后变退流行,有乡民在PTT问道台湾过期最快的流行是什么?引发其他网友热议,该乡民发文指出,台湾潮短线的流行多,许多人若看见商机,便开始谈加盟,但等到加盟过后,这些风潮又逐渐退去, 原PO进一步举例,从2000年的普世弹塔,到近期的胖老爹,加娃娃机,及单人卡拉OK等,都是热潮以下就减退的例子,原PO不禁发问台湾腿烧最快的流行是什么? 其他人都很有共鸣,部分乡民指出前阵子红酒一时的脏脏包,其他乡民则提到雷神巧克力,厚奶茶,crispy cream甜甜圈,旅行青蛙等,还有乡民幽默表示灭顶 苗买苗腿